路灯下,一个身材瘦弱的少女坐在长椅上,手里拿着一张皱巴巴的纸,眼神迷茫地望着天空,这名少女,就是后来红遍五湖四海的歌后云朵。 2004年的夏天,16岁的云朵来到了一个陌生的大城市,原本还在读高一的她,为了减经家里的经济负担,主动辍学来到这里找工作。 云朵来自四川阿爸冒险枪族,生活在闭塞的大山里,16岁之前没有坐过公交车。 云朵的母亲是一名寡妇,家境贫寒,自小,云朵就承受着生活的重压,她懂事早,总是无私地关心着母亲。 而她最大的梦想,就是有一天能成为一名歌手,站在舞台上倾土心生,让母亲过上好日子。 可梦想终究是梦想,现实却不容有片刻怠慢。 云朵明白,想要实现梦想,现在的她必须先活下去。 于是,她来到这座陌生的城市,四处找工作谋生,好不容易,她在一家小酒吧找到了一份服务员的工作。 起初,云朵对这份工作并不抗拒,她勤勤恳恳地工作,希望能尽快熟悉工作流程,不给老板添麻烦。 深夜结束工作回到租住的小房间,看着母亲寄来的家庭,云朵会忍不住留下思念的泪水。 她想念家乡的土地,想念母亲的怀抱,可为了能给母亲换来好日子,她咬紧牙关忍住思乡之情,尽心尽力工作。 渐渐地,云朵对这份枯燥的工作也熟悉了起来。 偶尔,当她收拾包间的时候,会听到酒吧助唱歌手嘹亮的歌声,看到他们在舞台上挥洒热情。 一天,和她一起收拾包间的男服务员听到她哼唱时,惊讶地对她说,你的声音真好听,有没有想过去唱歌。 云朵有些激动地说,我的梦想就是当一名歌手,能站在舞台上唱歌,但我没钱上音乐学校,也不认识娱乐圈的人。 男服务员了然地点点头,说道,刚好我认识一个人,他是音乐导师,你要不要去见见他。 云朵欣喜若狂,立刻答应下来,他仿佛看到了梦想实现的曙光。 男服务员把他引荐给了音乐导师秦旺东,秦旺东起初对这个矛头小丫头没抱太大期待,让他试唱了一首歌。 出乎意料的是,云朵天赖一般的嗓音把秦旺东惊呆了,他马上意识到,眼前这个看似普通的少女,蕴藏着极富潜力的天赋。 为了让云朵得到更好的发展,秦旺东把他引荐给了自己的表弟,知名歌手刀狼。 当刀狼听到云朵的歌声时,他也震惊不已,他决定收云朵为徒,亲自指导他的歌唱。 起初,刚来到新疆的云朵还不太适应这里的环境,身体也时常感到不适。 为此,刀狼让云朵住进自己家中,请自己的妻子照顾他,让他好好修养身体。 等云朵的身体状况好转后,刀狼开始为他制定系统的学习计划,他找来最好的老师,从声乐舞蹈到表演课都安排得明明白白。 刀狼还经常亲自指导云朵唱歌,耐心地修改他的不足。 在刀狼的细心培养下,云朵的实力快速提升,已经出具歌后风范。 为了让云朵在更专业的环境中成长,刀狼决定带着他去北京发展。 来到陌生的北京,刀狼再次将云朵接到自己家中住,他想尽办法为云朵争取演出机会,让他在舞台上历练。 刀狼自己平时不太喜欢上综艺节目,但为了云朵,他开始频繁带着他上各种节目,并要求镜头多给云朵特写,创造更多曝光机会。 其实,刀狼看到云朵的天赋和努力,看到他对音乐梦想的执着,都让他想起了年轻时的自己。 所以,他无比希望云朵能避免重复自己的辛苦历程,能够快速成名。 2006年,云朵与刀狼合唱的《爱是你我》一套打响,他的知名度瞬间提升,刀狼立刻抓住机会,让云朵参加了春晚,成功将他捧上一线明星的位置。 虽然外界对刀狼与年轻土地同居多年,传出过不少猜测,但刀狼坚决澄清两人像家人一般。 其实,刀狼为了避免传言影响云朵,他们在私下相处时总保持着距离,不给外人可乘之机。 2011年,云朵正式出道,刀狼为他制作了个人首张专辑云朵。 当云朵接过这张专辑时,眼泪忍不住躲框而出,他突然意识到,自己的梦想就要实现了。 为了帮云朵宣传新专辑,刀狼陪同他上了一个音乐节目。 在节目上,主持人争得刀狼同意后,念出了他写给云朵的一封信。 我亲爱的徒弟云朵,你还记得我们初次见面时,你还是一个置气为脱的少女。 现在,你已经华丽转身,变成光彩照人的歌后,我由衷地为你骄傲。 这些年来,我们一起经历了那么多风风雨雨,我会永远铭记,你刚来新疆时身体虚弱,我让你住进家中。 我的妻子呵护你如同亲生女儿,看到你在音乐道路上越走越远,我们夫妻都非常欣慰。 我相信你骨子里与生俱来的傲气,会让你抵挡任何风雨,勇往直前。 你的音乐天赋,无人能比,希望你在新的整整中,不忘初心,继续用歌声温暖每个听众的心灵。 我永远支持你,永远以你为傲。 师父刀郎上,听完信,云朵泪流满面,他哽咽着,我对师父除了感激,更多的是感恩。 他在我最无助的时候接纳了我,更是帮助我实现了音乐的梦想。 这么多年以来,师父和师母都将我事如起初,给予了我最大的关怀与鼓励。 如果没有师父,就不会有今天的我。 他朝刀郎深深鞠了一躬,表示感激之情,主持人健壮,建议他走过去拥抱刀郎。 云朵正要上前,却又突然地停住了脚步,再次向敬爱的师父郑重鞠躬。 其实,刀郎一直注意与云朵保持一定距离,避免外界的误会,而云朵当然也懂得师父的用心良苦。 也许,真正美好的师父之情,不需要过分亲密的举动,只需用心去理解和信任对方,这也是云朵成功之路上最宝贵的财富。 然而,尽管每天都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学习,云朵还是感到有些无所作为,虽然公司提供了时速,但他仍然感到不安。 于是,他向刀郎提出,是否能在学习之余找分工作,刀郎听后非常高兴,表示不用担心钱的问题, 因为公司每个月会给他发工资,但刀郎也意识到,一个年轻女孩远离家乡,独自生活,仍然会让人担心。 因此,他邀请云朵赞助在自己的家中。 一开始,云朵感到非常紧张,担心自己会不受老师家人欢迎,所以每天都积极参与家务。 然而,他很快发现,老师的家人不仅没有对他冷淡,还会给他零花钱,把他当作自己的孩子一样对待。 云朵迅速适应了在老师家中的生活,远离家乡的他依然感受到了温暖,这对他来说是一份巨大的幸运。 在刀郎的指导下,他不仅在音乐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步,而且他的音乐水平也日渐提升。 2006年,刀郎创作了一首歌曲《爱是你我》,原本是刀郎独唱的歌曲。 然而,云朵听到这首歌后,请求老师让他试唱一次,云朵一开口,刀郎便惊叹不已,没想到这首歌如此适合他。 于是,他决定将这首歌改编为合唱,在印尼海啸募捐晚会上,刀郎带着云朵登上了舞台,演唱了《这首爱是你我》,这首歌迅速走红,云朵也成为了华语乐坛的新星。 他的音乐才华开始引人瞩目,此后,无论刀郎参加什么活动,都会邀请云朵同台演出,云朵的知名度不断上升,他的音乐备受欢迎。 然后,刀郎决定制作一张属于云朵的专辑。 2011年,在老师的帮助下,云朵推出了个人同名专辑云朵,专辑的制作过程并不容易,是和二人为了创作出优质的音乐争吵不断。 然而,他们的努力最终得到了回报,专辑发布后获得了大量好评,云朵逐渐在华语乐坛站稳了脚跟,但也伴随着成功而来的是一些谣言和留言。 因为刀郎对云朵非常关心,加上他们师徒的身份,一些人猜测两人之间可能存在超越师徒关系的感情。 为了不让这些毫无根据的留言伤害云朵的前途,刀郎在与云朵同台表演时,会故意保持距离,而云朵也明白老师的用意。 然而,随着时间的推移,这些谣言逐渐自行消散。